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上一周可能你从你的小孩发脾气的时候 所以这一周当你回到家的时候打开门的时候 老公就会骂你 就是跟讲笔的故事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上一周你种下的那个种子 所以这一周就会有你的老公来骂你 而第二个老公就是完全不存在的 就是那个空白的荧幕 他之前是不存在 现在不存在 将来不存在 可能你就会问到我就说 这关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他的关系就是在于 就是说你要的成功 不管是金钱关系 就是健康 你人生的所有的东西 可以透过这个体系去了解这两个老公 了解笔的原理的时候 同时用所有的工具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的人生就会改变 而你想要朝向的那个方向 就是会找到你要的答案 我可以讲到就是大多数的 DC的同学都在很努力的在实践这一块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 已经提及了 那是我的部分 分享 谢谢大家 还行 对 张傻 感谢观看